早上歡迎大家收看馬迷早晨 現在應該跟大家說聲中午 但因為這兩場的五班四班賽事相當困難 似乎接下來這個週末和下一個全泥地賽事 都是屬於偏難的賽事 所以大家在頭柱上都要縮住 當然剛剛好像星期三大家有收獲 做馬迷世界的節目 大家拿四百多元三穿一 可以贏三千多元 收到很多觀眾的DM 感謝大家這麼信任 真金白銀內投注 說真的你相信你贏都是應得的 反過來我都會在螢光幕上投注給你看 其實我也想你們贏 我都沒理由自己拿自己的錢交票 所以也希望大家想一下我當中贏輸也是其次 因為不會一定贏的 大家知道 但有時我們要知道在節目中 為何我要這樣買 為何要有兩個孖寶搭著 又不用買第一第三關的二穿一 其實當中有很多很深好的學問 希望可以慢慢說給大家聽 在頭兩場的早餐賽事入面 我都會跟大家說說我的四選排序 其實是十四重賽 就是這樣排給大家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當中 哪些是屬於哪線馬 哪些可以 我沒有貼而已 不代表是不行的 我都會告訴你 都希望大家在中間 思考每一隻馬的機會性 和那場的難度 然後再作出抉擇 還未說之前 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有下角會看到水星龍珠 記得按下去 可以訂閱仔 開啟實心鐘仔 有新片可以跟大家送上 記得追蹤我的IG 還未過過二千人 只有千八 為多介紹朋友 俊男美女也好 你家裡的父母也好 可以追蹤我的IG 或者Youtube也好 訂閱一下 看看何時過兩萬 馬上帶大家看看 今次頭場五班千二米賽事 用天鵬就出這隻七歲的星際精英 其實那些馬分減得多 就算他老有退化 不是老袋 是他年紀老脈有退化 他依然可以爭取到分數 你說這隻怎樣知道 他無端端又轉回沙田德 因為之前大家看到 在我上面看到 谷草千二、1650 只有一個近字 跑幾次 其實跑千四 就說可以換算 千二可以不可以 那你就假設他縮程 由沙田千四縮到千二 事實是 因為的確他從前跑過千四 都會靠近 靠著他一檔 輸給潮州大興那次 是萬補足 但是你要記住 這些馬本身就可以前置 所以他跑谷草千二 你可以當他試襲 起碼他會怎樣 不會跟不上先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上次 你自己看看 有個賽後報告 居中間為止 走外諜 沒有遮擋 入籍路時 走外諜 接近二百米柱立備 再沒有增盛機會 即是說什麼 他根本就是劣勢重重 當日如果不是劣勢 沿途守住內蘭的馬 譬如月球 甚至乎九秒九 前鋒 晉神 這些老馬 全部在內檔做得好的都可以走前列 走外諜基本上是最最最虧 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他抽十二檔 他都不想 周鑽鑽說 周鑽鑽說 我不是因為我為你四檔 我都要走外諜 是這隻真是十二檔 也是的 所以這次抽了四檔 容天鑽說 算了 我為你四檔 四檔也好 星際精英 十二檔四檔也好 這次我換人 換了希偉心 心仔的當然不會 四檔 沙田這場比較容易裸位 因為沒有什麼步速 早段的馬慢 慢步速有時候 對軍速馬縮程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本身的目段不快 是因為他跑開中場距離 一縮他會快一點 曾經這些馬 擠前走有個偏快的目段 相對上會有好處 現在評分身低 要股價 但是他應該會直撥 都是十多倍馬 至少都十倍 這些算是直撥的馬 大家可以試試 另外鑽石寶寶 上次跑了第三 但記住 這是谷草一千 真情的馬 通常會慢一點 蝕底一點 好在這隻馬曾經贏過 你說又是姚本輝 會不會都OK 因為記得剛剛尾場 標壇精英 就這樣贏了正算暴雪 剛剛那個尾場 如果那條三穿一 變成四穿一 是否好處 加多7.5倍 但你記住 贏他短頭 有時都不一定會贏 他有位就贏 沒有就變成加州王者 最後喊到了 左穿右穿 衝上來才得過 沒有威脅第三 都有機會是這樣 其實都是內檔馬 一二三檔 寸三盲彩 有時跑對形勢會比較重要 鑽石寶寶 這隻還好 曾經贏過 而且比起贏的時候 的評分更低 這些六歲馬 暫時我未見到有大退發 他在四班贏千二 極有個譜 雖然你說爪王戰火 黃龍帝國那些不厲害 黃龍帝國都是五班贏兩場 撿上去 變成炮灰 但贏的那個是巴道 當時綁利大 就排在一個漂亮檔 這次都是巴道騎 不過已經跑低了一班 負綁相約 所以他贏面 仍然相當不錯 你就不要因為他一千 增情千二 你就覺得 世榮教過說 增情不行 不要這樣想 他同情贏過 他一定有他的把握 而且 連馬師如果真的要減分 試什麼閘 又不是那些 上次輸幾十個馬位 接著要試閘合格 才可以出賽 是不是 要減分 繼續出 試來做什麼 不過這隻馬 經常都氣管有血 好像飛輪布那些 所以一定要有個長一點的休息期 這隻三十九天 OK 還有試完閘 最重要是什麼 你看它操練 有脫漏 試完閘 小心點 但這隻頻密的操練 再加試閘 都沒事 撐得住 即是說什麼 你泡薄 薄贏不贏 不知道 升級精英可能厲害 但兩隻都值得賣 這些都是上次二十多倍 今次抽個好檔 都應該還有十多倍 兩隻蛇媽補十多倍都不錯 隨便一隻贏 另外 領航神區 麥道朗 當然 因為一級賽請了他來 順便找他騎 但順便要收拆期費 貴一些 擺明居馬 找你搏 不過這隻馬 四天之後衝出 究竟他的谷草 是否想熱身就算 抽了一檔 班德黎說 給身幹線 擠迫和塞地 喵玲龍那場 我們中了一個孖寶 大家記得我IG 終於中了可以食蜜當勞 跟大家說笑 這就是反鳳曲線給大家 如果沒有IG 你便看不到那張照片 反鳳給大家 不要在沒有意義的賽事上賣太多 你見到都是賣一百元條 賣六百元的孖寶過下去 會贏的 一千二元 好像撿了一個雙倍 其實好像買了兩倍坯 當然裏面有很多變數 可以是最冷搭最冷 最熱搭最熱 賠率會有變化 但我都沒有甚麼把握 告訴大家 你買小一點 種就好 植物當勞 加多六百元 但不行 算了 有它 都不重要 這隻也算是那類 小心點 另外八卦 這隻大冷門 有些機會 但它不是贏的 它是跑匹 這隻馬已經八歲 它兩次在這些路程贏 它一定是有本領 不過問題是轉了下垂石的倉 減分減到何時才行 你就會想這個問題 上次和紅雲派載貼 我貼了紅雲派載給大家 最後這隻馬都贏了 有一個挺冷的孖寶給大家 這隻馬上次比起現在 甚麼少了九磅那麼多 其實騎那個人都是無險冬 雖然我都知道八卦 你看看統計資料 它泥地都可以 這次它跑回 上名比較多的草地 甚至更好 這隻馬還有前速 十四檔雖然這場說 沒甚麼快馬阻礙它 但早段也要落力切入 還好A蘭 早段的短路比較長些 久一點才埋彎 十四檔可以走一條斜線 比較漂亮的草皮 不是定理 有沒有學過 小學應該學過 走到一個漂亮的草地 可以轉彎時 就可以黏爛或走二碟 對它來說都是好事 這些大冷門大家都可以試試 它是拉市線 可能幾步被人過過 所以它有冷坯 這場有機會可以冷Q 大家少住 當然冷Q 賠率夠 你戶村位置QQ都可以 先去廣告 我們先講講 一會兒變線馬回來再講 另外這隻日日獎 會否像風中敬蟲 找徒弟仔減榜 然後下班又立即搏 會的 不過這隻馬 都是處女馬 落到五班 立即減榜 是否夠贏 我都有點懷疑 因為千二 它泥地其實OK 但是 方仔又不報泥地 四班 四十分你可以報四班 五班 這兩天都會很難 因為一月二十四 大家看看 全力的 四班其實都有兩場千二 我看看方仔 它有什麼馬報 這場四班 即第五組那組 沒有馬報名 也沒有落到口備 而另外一場四班千二 它都是沒有馬的 即是說它是立心報草地賽事 這件事令我有些奇怪 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 就是可能王志宏要借給人 你就報不了 第二 就是你根本想在這場出手 兩樣都不要 蘇偉賢又馬博 佳鑽沙 這個都有機會 不過我未想到這麼偏 有時我覺得 可能你到時留意一下 當日有什麼馬 是王志宏騎這兩場四班千二 可能的機率會大些 當然要細心研究馬 抽什麼檔 遇到什麼對手 而獎呢 當時一九磅 如果王志宏再減 可能會超磅 都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落五班 是不是這麼大競爭力 這個真的要猜 所以就變成邊線馬 它不是沒有能力 不過安排上 我覺得有點奇怪 安排上有點奇怪 就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不要緊 放到邊線馬 它又不是很有實力的馬 另外閃耀威龍 從來沒有上過名的 下班戴過眼罩 我認為這隻馬 你看他穀草錢1650 他輸給獨角獸 大數據 大數據輸給獨角獸 都三年節 多厲害 獨角獸剛剛 都被大家過了關 就是星班都贏 三班都贏 即是說這場水準是高 你說輸五個馬位 有什麼高有什麼用 你找一場高水準賽事 神虎龍驅王腳 你找最後那隻 他都不會贏 你不可以一頂一頂 說強組 好像外面講話的人 強組賽事 一定要看 大哥 輸幾遠 這隻算輸一遠 不過 但是 他屬於蝕了快步速而斷 當然是不厲害 當然是不厲害 你說厲害沒有街覆區那麼好 街覆區的蝕就是跟前輸三個馬位 他輸四個半 接近五個馬位是差的 但問題就是他下班 如果跑回四班 我幾乎都會畫 我會告訴你邊線腳 而這隻下班 他戴眼罩 這一場因為跑前而他戴眼罩是對的 初戴眼罩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你想搏冷 這一種冷門都可以試 閃耀威龍理論上 他的變數相較於日日獎是少些 問題是這隻馬 他這麼明顯這些行為 他會惹飛 一惹飛就不值 比如他十五六倍 我寧願你搏星仔精英和鑽石寶寶 說真的 因為他連上名都沒上過 你要他贏 我會告訴你難些 減了五磅大了嗎 所以就小心一點 至於東風一號 贏就贏過兩次了 上次在一個偏前置有利的情況下 就和紅運派彩一起走入三甲 而其實他追也不算追回很多 因為沿途首位已經不差了 所以我想他實力有限 而五班也沒有泥地遷移 在星期三 所以他都迫著走來 但今次抽的檔 雖然是七磅 但檔位上比較難拿位 因為前置一定要放到他 九檔很容易走三疊 所以這些便是邊線 至於龍的風彩 又是有漂亮檔 下班偉達找了報民 這個組合真是少見 因為今季你看統計資料 當然報民受傷 傳入前四這麼厲害 偉達找到報民也很薄 但是這隻馬上次龍的風彩 完全是沒有參與過 很難知道他是怎樣 之前谷草千怡都可以 輸給正氣清拘 馬友雲 馬友雲也是一隻爆冷放頭 他這場有些賺慢捕捉 但是如果是楊明倫 你下班找報民 對手不同 差很遠 這一場的一檔 是有機會令到他可以上名 但是上一次的影響究竟大不大 這就比較難答些 他又找了報民去試泥閘 之後再跑沙田千怡 看操練就沒問題 拍跳和大力猴王 英勇猴王 就正正常常 但有時候跑下去不知道 所以這些一檔馬 就做邊線馬 你拖回他就可以 你說買WIN 不是不行的 他都有機會贏 不過我覺得不值 他一定偏熱 擺報民又一檔 好 接著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一下沒有選擇的馬 還有可以畫了兩隻 這場的局面又是長長十多倍的 看看大家怎麼看 超勁日子 四歲馬都還可以進步 今次換了很多配備 田泰安有什麼小七磅 不再找賀明年減分 等等全部都是利好因素 不過又是那個問題 沒有上名的馬 暫時還是不要理他 你每次因為他改動 而認為他可以 你只會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有時候會這樣上了名 或者贏 但是他的賠率是給得回來的 但你追到什麼時候 在貼馬的世界這些馬是沒有辦法貼的 至於奮鬥紅材 如果他的檔位不是那麼差 我都會放他四選入面 但十三檔想過 葉楚行都應該想搏 都應該不會搏 因為這些馬 他現在已經沒有前速 你繼續戴著眼罩 已經沒有得再加 加兩個罩嗎 難道是嗎 又迫著流後 一流後 就怎樣 追不到 所以這隻馬 這場又沒有什麼捕捉 除非他叫徐爾石 八卦 放快一點 但沒得這樣叫 師弟大了嗎 不會跟你做捕捉 所以奮鬥紅材這隻馬 今次會難 不過我認為 還是多等一等才好一點 他會有機會贏的 而且巴道也不騎他 你就想想 巴道是贏的 贏過這隻馬 他也騎轉石寶寶 你相信他選好一點 雖然未必是他選的 田泰岸也不騎 巴道也不騎 找得了 即是怎樣 開始有些豬頭骨 另外世界騰王 這隻馬就找了潘頓 上次都是潘頓騎的 潘頓都是不會飛的 省了位置 這隻馬這麼多 不如轉草地試試 他也沒什麼馬選 證明這些馬都沒什麼實力 跳過了 你說四歲會不會試完泥閘 一個月之後進步很多 都有機會 不過又是那個問題 雖然他跑千四 艾少禮也有試過接近 對著創高峰 紅運派彩 那些 但是那一場 他自己抽到一些比較好的當位 潘頓騎未必有那麼好 走位上這場就難攝一些 右走三碟也是沒有 除非他帶你外跌 千二 所以縮程也沒什麼好處 這些馬 他被迫留得更後 千二五班留太後很難追 喜喜利高 另外這隻 今次除了眼罩 又是那些 跑八次都沒上過名 為何不能畫 你說跑過一次這個路程不行 就證明了不行 都是的 不過今次用中逸禮減了十磅那麼多 一些馬突然拔走十磅 他有機會因為有些形勢好 他跑進來玩 當然你要看他那個千二輸多遠 你說輸十七個馬位 但不要忘記這隻馬是何良馬房 何良馬房一無是處 這隻馬 每次都包尾 十二十二十二 但是去到徐與石道 開始好一點 你突然拔走十磅 石哥連馬功力沒有何良那麼差 所以有機會怎樣 有機會可以上到名 這些沒得貼 因為真的你要估計的乘數太高 所以我當八卦應該是正選 雖然起立高是打正選牌 但八卦的能力上或機會率一定高 始終人家兩邊同路程 有五次上名 這些連名都沒上過 已經去到五歲 轉倉不是大了 所以這些馬就試襲又沒有東西看 就讓他繼續減壓分 至於可以劃的就是領航傳奇 上次氣管有血 這隻馬已經不想跑了 休息二十天再出 沒那麼快就好 還要抽十二檔 這些可以放心劃 至於順利取勝 這隻馬暫時 雖然是曾經贏過的馬 因為曾經贏過都說 對 蔡明少什麼少六磅 但你看連馬斯衝出 在操練上 雖然都有跳 但這麼密出的 都想減分機會大些 而且這隻馬一個月前 還是有異常呼吸聲 當時跑得不算特別好 所以以那場水準這麼低來計 你就算當沒事 抽十一檔 你又如何呢 你一樣被八卦燒死 擺前面 所以這些馬都是放心劃 我猜他衝出 還是想減多些分 所以大家就可以這樣排序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待會補完第二集的馬迷早晨給大家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 全面的願望 全面的電影 並不抗議 搞到掃除了 最好 參考得